接下來我們要簡單介紹一下Tradle Studio的介面 這樣子以後比較知道東西放在哪裡 大家看下面有四個Tab 然後上面有幾個不同Tab 在我們工作流程的時候通常會從workout然後project 然後project底下會有file file打開後會是editor 這樣下來 然後每個不同的view 這是projectsview 它上面的分頁都有不同的功能 大家可以觀察一下 有些東西是一樣的 像projectsettings幾乎每個分頁都有 當然有些是不太一樣的 那至於freelance來講 這個create,autoset,suggestion 也不能用 Terminology要裝multiturn才可以用 這個要裝pacelo才能用 Tradle's快捷鍵可以看這邊 有很多很複雜交機常用的就好了 那左邊這些東西基本上不會用到 這個要有license才可以上去 那除了這邊幾個螢幕以外 幾個view以外 這裡也可以開不同的view來看 這邊的view 四個就對照了左邊的這四個 這樣子 改語言可以在這個 User Interface Language這邊改 更改語言 那這邊可以調Tradle's的顏色 看自己喜歡哪一種顏色 或是full screen 那add in的話 需要有license 那這邊可能 就是偶爾會用到 像這個 目前我們知道可以在兩台電腦上裝Tradle's 然後用同一個序號 那如果想要在第三台的話 就必須要加其中一台Deactivate 點下去 然後再在另外一台第三台 才能再Activate 這樣子 然後在File裡面 這邊還有進階的設定 Options 在這邊 這邊可以設定整個Tradle's的東西 等一下再介紹 這個教學比較短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喜歡 留言 請 在這邊 這邊 這邊 我們先過 的 放下 我